近日,张柏芝在节目中说谎话的行为印发了网友的热议。向太也在微博吐槽张柏芝是说谎界的高人了,并且表示其大话张口就来。说话不经过大脑,吹牛吹到自己爽为止。在向太此微博发布后引来了很多网友的热议。有网友认为向太此举有煽风点火的意味,不太妥。当然也有网友力挺向太认为向太一向就说话直,从不管弯抹角。 向太发布的时间是6月1日凌晨2点左右。向太的言论虽然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热议,并且也是微博热搜上挂了很久。但是张柏芝并未回应此事,6月1日当天。张柏芝工作室发文称,变得是年龄,不变得是初心。祝大家都有一个永远不明的童心,可以拥有简单直接的勇气和快乐。张柏芝中文官方微博也评论称,永远感恩生活。 拥有善良宽容的心才能永远年轻,而同节快乐。言语中似乎是在回应向太的言论,拥有善良才会有快乐。值得注意的是,就在大家纷纷议论的时候。 向太却突然删除了之前针对张柏芝的微博。并表示,用其他自媒体的内容复制粘贴,忘了删除。 内容没有说人名,只是说有些人有病就要医,然后就遭到了千万水军的攻击。 向太也表示自己向粉丝道歉,因为粉丝为了维护自己而也遭到了水军的抨击。 值得一提的是向太也特别强调自己删微博并不是因为怕。 只是微博本来就试着发的,然后就删除了,自己添不怕的不怕。 反转,张柏芝一回应向太言论,向太删除微博并向粉丝道歉。 向家和张柏芝之间的恩怨已经由来已久了,往日的恩恩怨怨已经这么多年。 再纠结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,就如向太最后写道,既然原尽了。 就随风而去吧,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,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,谢谢。